影響 这一世 悲喜交集哀恨爭痴 何惧面前拱古事 江山余火挽怨 对酒当歌剧别 千秋入梦回首时 已走远 过往空情找不出 沉江花园楼台一头 那片明月今何处 唤起翩翩晶红 历史的天空 留不住寒雨也来逢 岁月藏起一番番就梦 曾经是千悲不醉 无可一世的交纵 都被他指一回 消散成灰后空空 曾经年少影子 一种千里的星空 被随首一轮 匆匆被沉默 被随首一轮 匆匆被沉默 优优独播剧场 走 什么人 原来是张大人 快 关上宫门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张大人 再有一个时辰 便是上早朝的时间 没有大将军的手谕 我等是不能擅自关宫门的 不知张大人如此慌张 所为何事啊 快 快关上门 快点关门啊 快 快 太子殿下 此次行动名为神龙 臣筹划已久 此时起事万无一失 只需赶在宫内金吾卫 与林卫觉察前杀入极仙殿 大唐江山光复可期啊 殿下 您就别再犹豫了 我弟弟呢 我富裕大人 富裕大人在此用完膳之后 好像去极仙殿抚琴了 滚 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杂家是宫里新当职的 张大人面生也不稀奇 不 你们不是这宫里的人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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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臣者忠 为子者孝 你们这不是要让我做个不忠不孝之徒吗 太子殿下 您是大唐皇子 高宗皇帝的儿子 恐腹礼堂正是忠孝之举啊 此次行动 吴殿下 则名不正 言不顺 还请殿下 即刻一架 极仙殿 请殿下一架 极仙殿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张大人 薛将军 我有几时要面上 如此深夜惊扰圣上 未免不妥吧 张大人有何事要揍 不妨先告知在下 如何 薛四行 您给我闪开 对不起 我自己看到没 将军 是 我�л 我验 都给我滚 大人是在担心圣上 张义之 你 没错 标下已奉您之命 取了这贼子的手机 张氏兄弟 二去其一 只余下那个张昌宗在极仙殿 我们这就赶去那里吧 我什么时候下这个令了 你们这是要我的命啊 如今已是箭在弦上 没有退路了 这屋内诸位大臣 屋外数百死士的身家性命 全都掌握在您的手上了 这极仙殿 您必须得去 请殿下去极仙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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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起来啊 不就是恢复礼堂吗 起来 我已然是太子了 对吧 我是太子 才等一段时日 等我重登皇位 老臣已经足足等了一十五年了 这一十五年 他杀了李家三十四人 满朝文武被杀了三十六人 就连他自己宗族的人 他也杀了二十四人 他也杀了二十四人 行啊 殿下 你可以等 再等二十年重登隆位 可谁知道呢 这二十年后你等到的 是传国玉玺 还是三尺白铃 殿下 不能再等了 今天晚上 是这十五年来最好的机会 你如果错过了 不仅会我大唐妄 恐怕连殿下 你的未来也风雨飘渺 够了 你说的这些道理我不懂吗 我二十七岁就做了皇帝 到今天我四十五岁了 却还是个太子 四十五岁的老太子 这本身就是天下最大的秀华 流放在郡州 方舟那十四年呀 我有何常过过一天的好日子 你说我怕的 没错 我怕的要死 你难道忘了 你身上流淌着太祖太宗的血脉 他们百战而得天下的勇气和荣耀 我就不足以支撑你去面对那个年迈的老女人吗 啊 太子 你听 大人 什么声音都没有啊 此刻已是四更 正是守卫换职更夫名罗的时分 但宫里为何如此安静 快去看看 是 太子殿下 啊 张大人 张六郎 哎呀 果然是生了一副好皮囊哪 哎呦 莲花般的妙人啊 哎呀 哎呀 现在好了 你可以到地下 去伺候我那一双儿女了 啊 太子殿下 啊 啊 啊 不要 啊 太子殿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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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是反叛吗 来者何人 儿臣 叩见圣神皇帝 你不该跪 你来这里 是想让我训味的吗 儿臣不敢 儿臣不敢 真的不敢吗 我看你年纪大了 这胆色 也增进了不少 不能再退了 不能退 这么大的血腥味 恐怕张氏兄弟 都已经死了吧 陛下 救我 抬起头来 看着我 该杀的都已经杀了 心愿既然已经了了 那就退下吧 我最见不得你这副窝囊的样子 儿臣告退 儿臣告退 太子殿杀个黑 还不快拦周殿下 别拦了 大唐的气数尽了 尽了 狐家 下 下 都把兵器放下 放 老臣死罪 只求陛下能放太子一条生路 榴梨家一条血脉 榴梨家一条血脉 老臣死罪 真是难为你了 张大人 大周也好 大唐也罢 若是能国泰民安 使天下黎民百姓安居乐业 这两者 又有何分别 莫非张大人真觉得 若是我这傻儿子当了天子 难道 真能比我做得好吗 说心里话 这太子啊 当年做了四十四天的皇帝 齐言齐行 怎么看都是个昏君 这么些年过去了 好像也没有一点长见 但是 那为什么你们还要反我 责婚君而弃贤主 致天下的黎民百姓而不顾 还是 你们说什么 就是看不得女人当皇帝 老臣唯一割舍不下的 就是对李唐基业的这份情 陛下呀 陛下呀 你想想 当年先帝把太子托付给你了 现在太子已经大了 你就应该传位于太子 这才上顺天意 下顺民心 将大人留下 其他人等 都退下吧 今夜的事情 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 陛下 他们犯的 可都是死罪呀 吉仙殿今夜无事 又何来有人 犯了死罪 都退下吧 是 收箭 你们也都退下 退下 退 谢陛下 不杀之恩 不杀之恩 张大人 起来吧 谢谢陛下 听说张大人擅解梦 我有一怪梦 还望张大人 能帮我解之 那就请陛下 明言说说 这一段日子 我常常做一个怪梦 梦到一只鹦鹉 折断了双翅 在地上挣扎 无力飞起 痛苦不堪 陛下 五 是您的本性 那双翅就是您的两个儿子 那双翅就是您的两个儿子 如果您启用了两个儿子 双翅真知 真知 说到底 您还是不希望我传位给五家人 陛下 您要是传位于祖 千秋万岁之后啊 佩石太庙 继承无穷啊 如果 您传位于迟 是 那就恕老臣直言了 你想想 连自己的儿子都靠不住 那侄子 更靠不住 依老臣的判断 您心里边早就有数了 只是现在还不愿意面对 您也知道 老臣这一辈子 最不擅长的就是结盟 蒙家 你呀你呀 这么多年了 你这嘴巴 还是那么不饶人 陛下恕罪 也罢了 我 当年在我决心称帝 你曾经跟我说过 不管我走多远 你都会陪着我 因为你想看看这路的尽头 到底是一番什么景象 到如今 你看到了 李氏的子孙后代 将今依旧美食 跨宝马雕鞍 用角色美赴 然而他们终将 还是会忘了 他们的荣华富贵 到底是赖何人而有 罢了 我老了 也倦了 看来这大洲王朝 要自我而起 也终将 会自我而灭呀 老臣 恭送陛下 我做了十五年的皇帝 这是我一生中最孤独的十五年 除了权力 我一无所有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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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刀终母 曾祖母 曾祖母 四儿来看你来了 四儿啊 想曾祖母了 想 四儿 以后要尝尝入宫来看曾祖母 因为啊 曾祖母有好多好多故事 要讲给四儿听呢 唱他 作曲 李宗盛 停 滚 你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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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财人还不下跪 你不要命啦 可是公公 刚刚皇年里面 明明没有人哪 见皇你如见陛下 便是空年也需下跪 跪下 哦 对不起 infect 对不起 先弄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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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三哥 剑术果然无伤 卿却自愧不如 老三 不如咱俩比划比划 使劍 谁赢了朕 朕就把那匹狮子葱赏给他 一起来 一会儿 法兵 对 就是 出嘴 来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父皇下手是不是中了血 没事 父皇 父皇的剑术简直是出神入化 想不到我们兄弟三人联手 还是败了 这种话有阿谀奉承之嫌 请劝 你是战士不是刺客 别老想着绕到敌人背后再发起进攻 要知道聪明人 往往总想走捷径 结果呢 聪明反背 聪明误 所以希望下一次比剑 能看出你下了些笨功夫 父皇教训的事 儿臣明白了 我们是在库的 会认为后 他就是一路 我连你 不知 你 不知 你 我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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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好事 但是也得要能知进退 该进则进 该退的时候就得退 你是太子 又是他们的大哥 明白这一点尤其重要 儿臣知道了 知道今天 父皇最失望的是什么吗 儿臣们又败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 是 父皇不在意这个 父皇在意的是 你们本来有机会赢 但是你们心不齐 一盘散沙 各自为战 一场笔剑尚且如此 那如果以后在军国大事上 遭遇强敌外伍 你们就这样联手去赢敌 如果这样下去 将来父皇变天 你们要能守住大唐的江山设计 那才是见了鬼了 儿臣知错 好 咱家看出来了 诸位都是五品的才人 再不计的 也是八品的才女 受到咱家等下人如此调停 你们心中多有不愤 不愤也好 不满也罢 宫中自有宫中的规矩 过了今日体态附贞之后 你们才能正式进入后庭 张公公 我们身为陛下的玉妻 为何我们数十人 驻同一间厢房 侍奉我们每个人的太监和宫女 又在哪儿啊 此乃后宫似妃之首 为贵妃定下的规矩 接下来你们还要学习女责 等典籍礼 熟悉诸般宫廷舞蹈 要调教出 婀娜多姿之态 春意盎然之心 方可进宫 侍奉陛下 在此期间 诸位的待遇 与寻常宫女无异 这也是一种历练 说到底 也是为了大家好啊 萧逸泉之女萧强 见过公公 中书大人的千金 贵妃娘娘的侄女 萨驾施礼了 萧财人天生丽质 替太傅贞于事免了 调皮 败狗菜地 处事不公 不要再说了 大人的干净 香菜地 大人的干净 啊 吃 宝贝 码 好 不 来 贤妃妹妹有孕在身 这眼看才刚足三个月 正是最要紧的时候啊 太医不是嘱咐过你了吗 要多卧床 不易操劳走动 这 今日怎么又来了 要是又像以前那样不小心的话 那可 是啊 太医都嘱咐我了 连这锦乐宫都不便多出 这平时啊 可真是梦幻我了 好不容易有与三位姐姐 齐齐热闹的机会 来 妹妹怎能不来呢 我听太医说 淑妃妹妹身子又弱了些 你要多加休养 少走动 多躺着 虽说历秋了 但是眼下这天气还是温热得很 操劳过度 不免心生烦满 与养病无异 谢谢姐姐关心 我这身子啊 今日本来是不想来的 可是想一想 这事关乎选新晋的预期 将来是要侍奉陛下的 如果个个像姐姐一样 都是贤良淑德 那当然是没问题了 可是万一有个闪失 选了一个祸害 一得势就兴风作浪 那你我 岂不是成了 引狼入室的罪人 怎么样 这些财人 财女们 已经在外面候了多时了 外头太阳大 不如萱他们进来吧 萱 众位欲击觐见 臣谢叩见娘娘 免礼 谢娘娘 想必张公公 都已经跟你们说了 入了宫 就必须严守厚庭的规矩 知规矩 明礼 秀外惠中的人 才能在这里待下去 其实 入宫 就是一场豪赌 输家中习一生 也与君王无缘 搞不好 就以初入宫的品阶和身份 蹉跎老去 能得到灵性的 算是幸运儿 不过 不过 自八品的才女 到一品的贵 淑 德 贤 妃 你们能走多远 是否有朝一日 能够位列俸禄台 那还得看你们的修行 还有造化 我看今年这些 不过是一群黄毛丫头 就算有几分姿色 也比不上妹妹 在陛下心中的地位 我看见你 姐姐说笑了 在这后宫啊 当属贵妃娘娘 乃陛下 罪以重之人 你 叫什么名字 才人武如意 拜见贵妃娘娘 你的父亲就是武师约 我记得他 娘娘 你认识如意的父亲 妹妹可曾听过此人 靖州都督 英国公 那个贩卖木材的商人 有几分小聪明 高祖起事的时候 曾拿百十两银子 换了个官座 什么英国公 原来 就只是个卑贱的商贩 你们有什么才能 姨姨给我报来 这武如意 的确是明艳动人 绝非凡品 可是他眼神里的执拗和倔强 并非陛下所惜 陛下近来偏爱柔弱温婉的女子 就像贤妃妹妹一样 再过一个月 便是闻得皇后薰氏周年继辰 举国同济 从明日起 由尚仪局的思月 教授大家大面之舞 练好此舞 于祭祀礼上陷于陛下 便是诸位出入宫之后的头等大事 望诸位勤勉 力争上游 今日 散了吧 臣谢谨遵娘娘教诲 臣谢告退 辛苦了 三位妹妹 既然今日都到齐了 待会儿不妨 到我前香宫一聚 昨日陛下又赏本宫 西域新进宫的紫玉葡萄酒 虽然说妹妹的身子不宜饮酒 但却是许久没去姐姐宫里了 愿随姐姐 妹妹今天身体实在不适 勉强支撑到现在 妹妹还是择日 再去拜访姐姐吧 那本宫就不勉强你了 德妃妹妹 也该到了诵经礼佛的时辰了吧 姐姐知我 我的确是该回去礼佛了 那就这样吧 雪月 妹妹 怎么回事 贤妃妹妹 快传太医 不是 快传太医 -是是 妹妹 娘娘 你怎麼樣了 好痛啊 娘娘 你怎麼好端端的就摔了 妹妹 淑妃 你何故要退我 淑妃 你好 你好大的膽子 詞曲 李宗盛 一生漂泊百度 靈暗卻孤獨 問天地向誰傾訴 潛在歷史我回顧 恩怨情愁怎看書 帝王家 終究是不歸路 玄墓冰鞭滄桑 馬蹄聲聲暖 這火氣消腸不人看 山鬼漫長誰傾嘆 恩怨情愁我賭上 我到底受的是誰的獎項 無言裡像無自卑 被眼帶著淚 躺出那個清幻媚娘的誰 是我永世的雙血 是我永世的雙血 忽捨的一切 只是把他能摧毀 心無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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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言裡無自卑 被眼帶淚 恐怖雖然是非我無悔 至何人又答宜 無窮我終了解 無憑能在世輪迴 原來生了不三歲 心長不易陣有你陪 平凡的心碎 爱过谁